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近期民调回暖 民调爬升老二阶段 但外界认为民调要再继续突破 如何整合党内在野力量将是关键 对此 中广东市场赵少康22日就拿出当年 王健轩想参选台北市场 最后却只有马英九出现的例子 表示你郭台铭要原赌服输 更强调还是以大局 个人恩怨不重要 引发讨论 赵少康更感慨 找侯友谊也是有道理 这个人也还不错 但现在蓝莹里面 每个人还各怀其主 就变成现在这样子 蓝莹有时候我很气 就是这个道理 赵少康当时也问王健轩 你真的是希望陈水扁当选 还是马英九当选 当时王健轩回英 当然是不希望陈水扁当选 那只好这样 也是大局 赵少康最后也强调 还是以大局 个人恩怨不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